3月初抵台的11.7萬劑AZ疫苗 最快下週一開打 當初說要提升疫苗覆蓋率 讓11.7萬名醫護先打第一劑 如今卻大轉彎 我們現在就是先確保 第一批人都可以打到兩劑 但是這個隨時 應該是滾動性的變動 不過最後還是我相信 第一批還是會打到4萬以上 有醫院打的人其實沒那麼多 所以你本來就打不完 那你就把它直接保留當第二劑 就算是比較合理 正因為沒把握 下一批疫苗核實到貨 乾脆讓有意願施打的 近6萬名醫護接種兩劑 疫苗難搶 我國都自顧不暇 但外交部卻暗住巴拉圭 傳出蔡政府為了 hold住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 特別讓出兩百萬劑AZ疫苗 逢任轉讓一說 但外交部出錢出力是事實 臺灣身處困境 國產疫苗還沒上市 國際採購也不太順利 而指揮中心 常以合約保密條款為由 據談新冠疫苗採購價格 及到貨時程 立委也質疑 國防軍購都得公佈金額 為何疫苗採購神秘兮兮 傳統的疫苗那是有價格的 那新興的這次COVID-19 因為研發時間都短 那各個單位投入的不一樣 還有在每個藥廠 對它使用藥品的一個標準不一樣 首批取得的是副作用頻傳的AZ疫苗 封肩檢驗完成 卻還要再三判斷施打安全 疫苗到底何時開打沒有答案 國人的健康徘徊在指揮中心 諸多的不確定中 記者林英文林佩傑台北採訪報導 而疫苗是不是最快下個禮拜一 就可以開始打了呢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翔說 疫苗會提前配送 但是不代表下個禮拜一就會打 還有帶專家會議來敲定 莊仁翔更指出 施打疫苗的目標族群 是專責醫院的醫護人員 調查後有超過500人要接種的 就會再被選為是第一批 目前有57家醫院 會是首批的接種點 而到時候疫苗如果普及的話 就可以邊境開放了 也因此台北旅遊泡泡 也將會正式啟動 指揮中心在17號宣布了 民眾從帛琉回到台灣之後 不用居家檢疫 不過5天內需要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指揮中心還說 這些人可以不用上班 但是不能夠接觸公共場所的人群 這下就有人質疑了 那麼像是百貨公司的桂姐 她上班的場所就是在公共場合 那該怎麼辦呢 對此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翔說了 那就是這些人可能得暫時 得安排一些內勤的工作 同時也盡量戴口罩 跟其他的同事隔開來 請大家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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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